当然我们也不能冤枉赖清德 要讲一下细节 这两个当然是一些独立的一些事件 赖清德讲这个珍奶的问题 他后面带了很多环保的观念 宣扬这个环保餐具 当然这事件好事 但是对于大家所关注的 对台湾来讲 其实非常核心的两岸议题 赖清德几乎都是只字不提 对不对 几乎都只字不提 我们看到在刚刚街坊播出的时候 我们的网友反应很热烈 很多人说赖清德应该拿珍奶 来洗涤一下心灵 不在珍 只在奶 这什么意思 大家都在拿这个珍奶做文章 显然是大家蛮有感 我问一下委员 来 珍奶 用珍奶洗涤心灵 未免太贵了一点 对 我想说赖清德是想要一个话题 我觉得 今天是国际珍奶节 国际珍奶 这还是什么 我都不晓得这个节日 这好像还是什么美国 这是美国的华人区 还不是 现在我们台湾才是 美国华人区 是啊 这个就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好玩的东西 不是什么坏事 而且趁这个机会鼓励鼓励环保 我觉得也不必苛责它 但是民众反应就是说 不是有更重要的事吗 今天只有珍奶吗 你今天也许可以发两篇文章 谈谈国家大事 包括这个大陆的所谓的希望可以开放的 你要怎么做个反应 毕竟你现在倒数计时也没几天嘛 可以表达一下说你如果就任之后 你有什么样的愿望跟想象 当候选人的时候都可以发表证件 何况是准总统 为什么也不能够及时回应一下 只想到珍奶或者想到环保 也不是坏事 但是不是那么大的一个格局 而且这个即使国际珍奶节也没那么重要 不要跟你讲 那大家都期盼说你上任了以后 你会不会继续冰封两岸关系 这才是关键嘛 还是你要真的如这个郑文燦讲的 春暖花开 还是搞个老半天春暖花不开 这都是问题 两岸之间很多事啊 从二月四次看到的金门装船事件 而且年轻人很忧虑的时候怕打仗嘛 对对对 这个大家看尽了战争的残酷面 以前很多的年轻孩子们 他们看了战争是电脑游戏 没有感觉 但现在他们知道在网路上 看到很多俄乌战争的影片 看到很多加萨走廊的影片 他没内心有感嘛 搞个老半天的战争是这样子的啊 以前你也知道有某一个民进党的人 他说他以为战争就在躲在一个地方 然后不断的用键盘打一打 那飞弹就可以打来打去 一看俄乌战争不是这样子 加萨走廊不是这样子的 原来那个才是战争的全貌 所以为这些年轻一代创造幸福 本来就是六十几岁赖清德这一代人的责任嘛 你怎么可以把台湾带入战争 不管有再伟大的理由 把台湾带入战争就是不对的 就像我经常喜欢讲说 执伦斯基你不要告诉我说 你知道有多伟大的什么民族自由保护乌克兰 人家梅克尔在的时候 不会发生战争 梅克尔一退休的时候 你就以为后面没人 乌克兰就拖进战争 这个你要负责任嘛 一样啊 虽然说今天说我们大家谴责以色列 我经常讲当然有人会骂我 你哈马斯你有责任照顾加薩佐郎老百姓 你怎么会去发动一个莫名其妙的突击呢 那你以为你稳赢了 结果把加薩佐郎老百姓 带进去像地义般的生活 你可以去怪以色列 可是你的责任也跑不掉啊 我担心的就是清德兄 你会不会变成哈马斯一样的 那么莽撞 那就很麻烦了 所以上任就要先解决金门的问题嘛 金门那问题本来小问题 是不是搞成这样子 这不可思议啊 管碧琳连任 对啊 你不是等于在力挺管碧琳的做法吗 还是管碧琳是无辜的 上面有个国安会在操盘 那国安在操盘 胡立雄还在啊 吴钞燮还在啊 那我还有那个陆委会的邱翠正还在啊 这些就张晓来他的态度嘛 很清楚了 所以已经表达出这个态度了 那你金门问题不解决 大陆就老是把你觉得这个问题 有待解决就卡住了嘛 小三通卡住了 那小三通从马祖那规模很小的啦 对 很小 对啊 那你要两岸怎么处理 还是说你觉得跟大陆硬杠 我这样讲啊 也许大家记忆中没有 今天解放军说用福建的海警船 福建呢 以前都是用中央的海警船来哦 这次用福建海警船什么意思 我的解读说 金门本来就福建省政府了 我们也承认是福建省政府了 大陆也承认是福建省政府了 所以他就用福建省的海警船 来做常态性的巡航 就以前这等于是叫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派警察来 现在不用派出手派人来了 比较就近方便嘛 这种常态的 这个海警的所谓的 打卡式的这种巡查 本来不必要的 因为它虽然象征性的作用 为什么要扔到这个地步 就是你嘴碎嘛 我的尽限之水域 我的什么东西 你的你都回来啊 以前很多人都忘了这个事情 以前在1979年以前 解放军在今夏水域 是基本上没有出来巡查的 然后1979年以前 解放军没有任何一个船只 通过台湾海峡 那我们台湾军舰军机 整天就在大陆沿岸跑来跑去 但现在行以四转 你那经得要认知新的形式嘛 因为以前台湾的军队 加上美军的军力 我讲海空军而已 不是陆军 海空军在沿岸的地区 几乎比解放军大十倍 因为有第七舰队 有美国的第13航空队 加上台湾那个时候 有什么F-51啦 等等啦 可是经过这 1979年到现在 几年啦 整个情势不一样啦 你现在台军的 这个台湾方面的 非战斗机也好 海军也好 加上美国好不好 都不到解放军在 这附近沿岸的三分之一 对所以委员对台 真的是绰绰有余 所以你怎么看待 这个双常态 其实在这个 从培洛西之后 经营台湾的空域 就已经是常态了嘛 对不对 只是架次多 架次少 现在看到什么三架次 大家都觉得 这不是新闻吧 虽然太少了 但注意哦 第一个它就是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就是温水煮青蛙嘛 那第二个就是在这里 真的就是常态了 然后现在金门也常态 双常态怎么看 政治性多于军事性啦 就军事来讲 它大概就是我靠近 你看你有没有什么反应 或怎么反应 你雷达怎么开 或者说你的其他的导弹啊 什么东西怎么反应而已啊 它才一架两架三架 换句话说 是打卡来买真奶而已 真的是这样子啊 它不可能用一架两架 来做发动进攻嘛 问问我们的张大将军就知道 空军要争取制空权 哪有可能哪个一架两架三架 那为什么越来越靠近 简单讲就投石问路嘛 我跑到四十五海里 看你怎么反应 我跑到四十三海里 看什么反应 就有点那个小孩子 说我要弄你的时候 故意看同学什么反应 越来越靠近弄的 它基本上就是一种探视性的 可是它为什么要这么做 争论一点跟钓鱼台的模式一模一样 他就说我既然北京是中央政府 我北京是中央政府 然后你又有想要搞独立 那我总该表达一下说 这个是我领土吧 那我也不跟你打 你也不敢跟我打 那我就不断的缩小圈圈 在里面绕 就像钓鱼台 钓鱼台的时候 海警船 大陆海警船 不整天就在那个六海里那边绕 那大陆也不登陆 然后也不让日本人登陆 那不是刚刚日本人有一些人 那去晃晃吗 对对对 无畏议员嘛 他也很轻轻松松把它拨走而已 他也没有很严厉啊 所以南海也是 就是这个中国大陆的船舰 永远在那里 随便你什么时候去 你随去随赶的一个概念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